主是菩萨 南摩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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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荷萨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音菩萨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终意 磁光铺照度众生 一心顶礼观世 欧玛尼北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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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终意 慈光铺照度终身 一心顶礼观世 好Eau m'a你贝美好 好Eau m'a你贝美好 好Eau m'a你贝美好 K dir acara我 好Eau m'a你贝美好 Hau m'a你贝美好 欢迎菩萨入梦 不求愿 阿弥陀佛顶终意 瓷光护照度终身 言行顶礼观世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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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菩萨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住你 此光碰照度众生 以心顶礼观世意 阿弥陀佛顶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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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光碰照度众生 以心顶礼观世意 阿弥陀佛顶住你 阿弥陀佛顶住你 欢迎菩萨如秋月 阿弥陀佛顶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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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菩萨入秋月 阿弥陀佛顶住你 此光碰照度众生 一心顶礼观世 珊茜茜 休息 奥迷北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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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海鲜市场里有一对卖鱼的夫妇 他们家的鱼不但非常新鲜 而且还会免费帮顾客杀鱼、切鱼 因此生意特别的好 大家都称呼他们为鱼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家店怎么聚集了那么多人啊 鱼老板的店生意自然好啊 他们家生意兴隆 客人络绎不绝啊 鱼老板 是啊 我们这边的人都叫这一对夫妇为鱼老板 他们家的鱼非常新鲜 都是当天捕捞来的 而且他们俩夫妻对客人也特别热情 所以大家都喜欢买他们家的鱼 我想吃鱼 现在就顺道跟他们买一条 中午做菜来吃 老板娘 我要买一条鱼 好的 需要宰杀吗 当然了 说真的 我胆子很小的 不敢杀鱼的 要麻烦你们帮我杀的 是啊 看到鱼在不停地挣扎 我也是下不了手 要它的命 现在啊 能自己杀鱼的人很少啊 所以 我就负责帮你们杀鱼 鱼老板 难道你杀鱼的时候 内心却没有一点害怕 或者是不忍的感觉吗 对于我们来说 杀鱼就像在工厂里工作一样 每天都这样做 便会习惯的 没有想太多的 是啊 对你们来说 杀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对我们来说 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容易 你们想啊 一件事情每天都会重复 做上百遍 那还会有什么感觉 啊 于老板 你每天都会宰杀上百条鱼 哎 差不多吧 少的时候 也要宰杀几十条的 多的时候 真的需要杀上百条 于老板 你宰杀的鱼越多 就说明生意越好 生意越好 赚的钱也就越多 于老板 你可是发大财了呀 还好了 鱼老板娘负责卖鱼 而鱼老板则负责为顾客杀鱼 他会将鱼放在砧板上 用一只手按住鱼身尾部 一只手拿着刀使劲地拍鱼头 鱼儿拍晕后迅速地开膛剖腹 鱼在这种剧烈痛中醒来挣扎 又在这种痛中死去 有的鱼在被分段切割成一段段时 那嘴巴还一张一合 那种血腥的场面让人窒息 鱼老板凭借这个店 已经买下两间房子了 辛勤的工作总是会有回报的 可是他们夫妻两人 已经对夺取生命麻木不仁了 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说杀生太多 是要遭到果报的 难道你没听说过这种话吗 哈哈 你不会也相信 学佛人说的那些话吧 以前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不过今天我看到鱼老板 在杀鱼的过程时 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些话 这一天鱼老板的生意格外的好 刚过中午 他们店里的鱼就已经卖完了 最近我们店里的货源可是很不充足啊 常常断货 有些时候客人要来买都已经卖完了 老公 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 不然真的少赚了很多钱呢 是啊 最主要的是阿诚这些日子生病住院了 以往他每天都会给我们提供那么多新鲜的鱼 但自从他生病后 我们店里的货源就一直不充足 不知道阿诚病得怎么样了 我们应该去探望他一下 正好我们今天有时间 我们就去医院探望探望他吧 好啊 天啊 阿诚 你怎么会这样呢 阿诚 你究竟是得到什么病啊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鱼老板 这都是报应啊 这都是报应 阿诚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从我最初生病到现在 只过了短短的几天 可就是这几天时间 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得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皮肤病 甚至医生都束手无策 可是 这和报应有什么关系啊 之前有一位学佛的朋友 一直在劝我改行 他说 如果我再从事这种杀生的行业 那一定是要遭到报应的 现在想来 他的话一点错都没有 你看我现在身上的皮肤 这不是和鱼鳞一样吗 他们都说 我简直就要变成一条鱼了 世上那么多种病 可是我却偏偏得到了这种怪病 这难道不是我过去捕鱼的报应吗 阿诚 你想太多了 你只是捕鱼而已 并没有杀他们 怎么能算杀生的行业啊 是啊 每天杀鱼的人是我 就算要遭报应 也应该是我 可是你看我现在还好好的 而你却生病了 这和报应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阿诚 不要乱想 好好养病才对啊 于老板 我过去也不相信什么果报 可现在看来不得不让人相信 你们俩杀鱼卖鱼那么多年 身上累积的罪业并不比我少 我劝你们俩及时收手 不要从事这一行了 否则也会遭到和我相同的果报啊 啊 于老板夫妇并没有听从阿诚的劝告 他们继续从事着杀鱼卖鱼的行业 直到有一天 果报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于老板的店最近是怎么了 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开门了 真是太奇怪了 我听说于老板生病了 好像病得很严重啊 哦 你说他这会不会是因为杀生太多的果报啊 哦 是吗 医生 我老公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你先生肚子里长了个肿瘤 需要马上动手术 只要将肿瘤取出来就没事了 是这样吗 医生 他真的不会有事吗 当然 但我们也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如果他肚子里的肿瘤已经开始恶化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严重啊 老婆 你说我这是不是也像阿诚那样 是遭到了果报啊 你不要乱想 医生说了 你只是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罢了 只要动手术取出来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报应啊 真是报应啊 平日里被我开膛破肚的鱼 成百上千 现在可好 我自己 也要被人开膛破肚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医生割开你的肚子 是为了给你治病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嗯 然而 于老板的手术并不顺利 虽然他肚子里的肿瘤被取了出来 可是他依旧会时常感到 腹内一阵阵的剧痛 而整天忙着照顾他的妻子 也得到了气喘病 哎呀 这位太太 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好难看呢 没事的 我的气喘 气喘病发作了 吃点药就好了 你的情况实在不太好 我看还是通知你先生来帮帮你吧 他 他帮不了我的 我先生 他就躺在这家医院的病房里 我 我得去照顾他 他真是太可怜了 自己都病成这样了 还要照顾生病住院的先生 他之所以落得这般下场 那都是得到了果报啊 都是果报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不认识他吗 他是海鲜市场里鱼老板的太太啊 他们夫妻俩一个负责卖鱼 一个负责鲨鱼 鲨鱼的鱼老板听说刚刚动了手术 就像那些被他宰杀的鱼一样 被开膛破肚了 而卖鱼的他 则得到了严重的气喘 你看他刚才张开嘴 大口呼吸的样子 多像被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啊 啊 这么说来世上真是有果报啊 啊 阿诚是你吗 当然是我 你的病都已经好了 天啊 你现在看起来身体非常好啊 老婆 阿诚说的没错 我们的病也是因果病 就像阿诚前一阵子的病完全一样 阿诚 如果我们也得的是因果病 那该怎么办啊 你这么快就康复了 一定有好办法的 杀生机下的恶果 还得放生来弥补 这是我那位学佛的朋友告诉我的 听了他的忠告后 我便开始坚持放生 没想到很快 我就恢复健康了 真是太神奇了 放生 老婆 我们从今天开始 也应该开始放生 没错 我们过去犯下的罪业 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只有多行善放生才行啊 嗯 从那天起 于老板夫妻二人 便开始趁速放生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哎呀 你不是鱼老板吗 怎么现在不卖鱼改成放鱼了 我这是在行善呢 行善一定得福 作恶 看似眼前没有恶报 但眼前的福报 也请客间失去了 多行善 多帮助别人 解杀放生 做一个慈悲的人 你会发现 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是啊 我老公说的对的 以前我们杀生得到了身体病痛 现在我们放生 得到的是家庭和乐 无灾无病呢 嗯 老板老板娘 恭喜你们的 谢谢你 希望你有机会 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放生的 哈哈 哈哈哈哈